您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助理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85回 宋公明夜渡一经观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西江月 伤后辽兵亲近 中原宋帝兴君 水乡取出众天性 奉赵去邪归正 暗地十千放火 更兼十绣同行 等闲打破永平城 千载功勋可敬 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奏道 宋江这伙都是梁山坡英雄好汉 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铜冠高求杨俭四个贼臣弄权 既贤独能 闭塞贤路 非亲不尽 非财不用 酒后如何容得他们 论臣语义 郎主可加官爵 众赐金箔 多赏青球肥马 臣愿为使臣 睡他来 想俺大辽国 郎主若得这伙军马来 去中原如同返掌 臣不敢自转 其郎主胜见不错 大辽国主听罢便道 你也说的是 你就为使臣 将带一百八级毫马 一百八匹毫段子 俺的赤命一道 封宋江为郑国大将军 总领辽兵大元帅 赐予金一提 银一秤 全当信物 将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 尽数封他官爵 纸箭颁布中 乌燕都统军 出来起诉郎主道 宋江这伙草贼 招安他作甚 放着奴婢手下 有二十八秀将军 十一要大将 有的是强兵猛将 怕不赢他 若是这伙蛮子不退合 奴婢亲自引兵 去绞杀这司 国主道 你便是了得好汉 如叉翅大虫 在天的这伙人 你又加生良斥 你且休得阻挡 辽主不听乌炎之言 再有谁敢多言 原来这乌炎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将 十八般武艺 无有不通 兵术战策 进阶贤暑 年方三十五六 堂堂一表 林林义区 八尺有鱼身材 面白纯红 虚黄掩壁 威夷勇猛 力敌万人 上阵时 杖条 混铁点钢枪 杀到浓处 不时 撤出腰间 铁茧 使得 蒸蒸有声 端蒂是有万夫不党之勇 且不说乌炎统军见奏 却说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赤旨 将了许多礼物马匹上了马 尽头冀州来 宋江正在冀州坐养军事 听得辽国有使命制 未审来意吉凶 遂取玄女之客 当下一补 补得个上上之兆 便与吴勇商议道 寡中上上之兆 多是辽国来招安我们 思此如之奈何 吴勇道 若是如此时 正可将计就计 受了他招安 将此济州与卢先锋管了 却取他霸州 若更得了他霸州 不愁他辽国不破 急今取了他谭州 先去辽国一只左手 此事容易 只是放些先难后义 令他不疑 有诗为正 有诗为智为臣 智不疑 宋江忠义 亦看齐 辽人不识 兼真结 空把黄金 是溃疑 且说那欧阳侍郎 已到城下 宋江传令 叫开城门 放他进来 欧阳侍郎 入进城中 至周崖前下马 直到厅上 蓄礼罢 分宾主而坐 宋江便问 侍郎 来意何干 欧阳侍郎道 有见小事 上达军厅 骑柄左右 宋江遂将所有贺退 请进后堂深处说话 欧阳侍郎至后堂 欠身 与宋江道 俺大辽国 久闻将军大名 正乃山摇水远 无有拜见威严 游文将军在梁山大寨 替天行道 众弟兄同心协力 今日宋朝奸贼们 闭塞贤路 由金伯投于门下者 便得高官重用 无贿赂投于门下者 总有大功于国 空被尘埋 不得升上 如此奸党弄权 禅宁侥幸 济贤渡能 上罚不明 已至天下大乱 江南梁浙山东河北 盗贼并起 草寇猖狂 良民受其涂炭 不得聊生 金将军 捅十万精兵 赤心归顺 只得先锋之旨 又无声受品诀 众弟兄 取劳报国 据各白身之事 遂命引兵 直抵沙漠 受此劳苦 与国建功 朝廷又无恩赐 此皆奸臣之计 若将沿途掳掠金珠宝贝 令人窥送浸润 与蔡京同贯高求杨俭 四个贼臣 可保官决恩命力至 若还不肯如此行事 将军纵使赤心报国 建大功勋 回到朝廷 反作罪犯 欧某金奉大辽国主 特前小官 即赤命一道 封将军为辽邦正国大将军 总领兵马大元帅 赠金一提 银一秤 裁断一百八匹 明马一百八计 便要超路一百八位 头领姓名复国 照命亲授官决 飞来又说将军 此事国主 久闻将军盛德 特强欧某 前来欲请将军 招安重将 同意归降 宋将听罢便答道 啊 侍郎言之极是 正乃宋将出身微贱 允成小利 犯罪再逃 全居梁山水坡 避难逃灾 宋天子三番降召 赤罪招安 虽然官小之威 亦未曾立得功绩 以报朝廷赤罪之恩 今大辽郎主赐我以后绝 赠之以重赏 然虽如此 未敢败寿 请侍郎且回 即今入蜀炎热 全且领军马停歇 将军军 借国王这两座城市屯兵 守戴早晚秋凉 再做商议 乌阳侍郎道 将军不弃 全且收下辽主金箔 踩断鞍鞍鞍鞍 鞍回去 慢慢的再来说话 畏为晚矣 宋江道 侍郎不知 我等一百八人 耳目最多 唐货走透消息 先惹其祸 欧阳侍郎道 兵权执掌 尽在将军手中 谁敢不从 宋江道 侍郎不知旧理 我等弟兄中间 多有兴致刚勇之事 等我调和端正 众所同心 却慢慢的回话 以为为耻 有诗为证 金箔重陀出济州 熏风回首不胜休 辽主若问归祥事 云在青山 月在楼 于是令备酒摇香带 送欧阳侍郎出城 上马去了 宋江却请军师 无用商议道 使来辽国侍郎 这一席话如何 无用听了 长叹一声 低手不语 肚里沉吟 宋江便问道 军师何故叹气 无用达到 唉 我寻思起来 只是兄长 以忠义为主 小弟不敢多言 我想欧阳侍郎 所说这一席话 端底是有理 穆金送朝天子 至圣至名 果备菜经 铜冠高求 杨简 四个奸臣专权 主上听信 说是日后 纵有功成 彼无声上 我等三番招案 兄长为尊 只得个先锋虚指 若论我小子于义 从其大聊 岂不胜如梁山水寨 只是负了兄长 忠义之心 宋江听拔便道 军师差矣 若从大聊 此事切不可提 纵使宋朝赴我 我忠心不负宋朝 久后纵无功傻 也得青史上留名 若备政顺逆 天不容束 吴北 当尽忠报国 死而后已 无用道 若是兄长 存忠义于心 只就这条计上 可以娶他霸州 穆金 圣属颜天 且当散亭 将养军马 宋江无用 记忆已定 且不与众人说 同众将 屯住济州 带过鼠热 此日 于公孙圣 在中军闲话 宋江问道 久闻 先生师父罗真人 乃圣事之高事 前番阴达高唐州 要迫高连写法 特地使戴宗李逵 来寻足下 说尊师罗之人 术法 多有灵验 赶番贤帝 来日引宋江 去法座前焚香参拜 一喜尘俗 为之尊义若和 公孙圣便道 贤道 亦欲归忘老母 参行本师 未见兄长连日屯兵未定 不敢开言 今日正欲要禀仁兄 不向兄长要去 来日清晨 同往参礼本师 贤道就行 行事亲母 次日 宋江赞委军师 掌管军马 收拾了名乡晋国 金珠彩段 将带花蓉 带宗 吕方 郭胜 燕顺 马林 六个头领 宋江与公孙圣 共八级马 带领五千步足 取路 投九宫县 二仙山来 宋江等在马上 离了冀州来到山峰深处 但见轻松满静 凉气萧萧 岩鼠全无 端地好坐嘉丽之山 公孙圣在马上道 有名换作忽于鼻山 宋江看那山时 胆见 四围叠孽 八面玲珑 重重小色 硬琴霞 历历琴声 飞瀑布 西见中 树欲飞穷 石壁上堆栏碟翠 白云洞口 紫藤高挂 绿罗锤 碧玉风前 当鬼悬崖 青漫鸟 银子苍原献果 呼群迷路咸花 千风静秀 夜深白鹤 听仙经 万鹤争流 风暖幽琴 相对雨 地屁红尘飞不到 山神车马 几层来 好 本次播读 散到这里 那么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85回 宋公明夜渡一经观 吴学究 智取 文安县 当下公孙圣同宋江 直至 紫须灌钱 众人下马 整顿衣襟 小孝 拖着信箱礼物 敬到冠礼 贺宣前面 冠礼 道众 见了公孙圣 聚个向前 施礼 道众 同来见宋江 一诗礼吧 公孙圣便问 无师何在 道众道 师父近日 只在后面 退居静坐 倦于迎宋 少曾道观 公孙圣听了 便和宋公明 静头后山 退居内来 转过观后 崎岖静路 曲折接渠 行不到一礼之间 但见荆棘为离 外面都是轻松脆白 离内尽是摇草齐花 终有三间雪洞 罗真人在内 端坐诵经 童子之有客来 开门相迎 公孙圣先进草庵 贺宣前 礼拜本师已毙 便禀道 弟子旧有 山东宋公明 受了昭安 金凤赤命 奉先锋之旨 同兵来破大辽 金到冀州 特地要来参礼我师 现在此间 罗真人见说 便叫请进 宋江进得草庵 罗真人 罗真人 降阶迎接 宋江再三恳请罗真人 坐寿拜礼 罗真人道 将军 做了国家大臣 妖精一子 守天子之命 贫道 乃山野村夫 何感当此 宋江 坚毅千让 要礼拜他 罗真人 方才 肯受 宋江 先取信箱 炉中 焚弱 参礼了八拜 碎湖 花蓉等六个头领 聚个礼拜 以了 罗真人 都叫请坐 命童子 烹茶 献国以罢 动问行藏 罗真人 乃曰 将军上英 心魁天下 微镇中原 外河烈药 一同替天行道 今则归顺宋朝 此清明千秋不休矣 徒弟公孙盛 本从贫道山中出家 一决尘俗 正当其礼 奈缘事宜 会下星辰 不由他不来 金蒙将军不弃 折结下问 出家人无可接见 幸物都过 宋江道 江乃运成小吏 陶醉上山 感谢四方豪杰 望风而来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恩如骨肉 情若骨功 天垂景象 方知上映天星地要 会合一处 宋朝天子三番降诏 赦罪昭安 众等 接随宋江 归顺大义 金凤赵命 统领大兵 征进大辽 惊涉 真人先进 速生有缘 得意占败 万望真人 愿赐 致迷前程之事 不胜万幸 罗真人 将军少作 当据速斋 天色已晚 就此荒山草榻 全速已消 来早回马 为之 遵义若和 宋江便道 宋江 正欲我施指教 听其点雾于敏 安忍便去 随即换从人 托过金珠彩断 上线罗真人 罗真人乃月 贫道 辟局也锁 即行雨内 纵使受此金珠 亦无用处 随身自有不刨车体 零紧彩断 亦不曾穿 将军同数万之事 军钱赏赐 日费何止千万 所赐之物 其请那回 贫道 绝无用处 盘中国木 小到可留 宋江再败 忘请收纳 罗真人 兼职不受 当即 贡献素斋 斋吧 又吃了茶 罗真人 令公孙盛回家 省侍老母 明早却来 随将军回城 当晚 刘宋江 安中闲话 宋江把 心腹之事 背戏 告知 罗真人 愿求止迷 罗真人道 将军 将军 一点忠义之心 于天地君同 神明必相护佑 他日生当封侯 死当妙食 绝无疑虑 只是将军 一生命薄 不得全美 宋江告到 哦 我是 莫非宋江 此身不得善终 罗真人道 非也 将军 王必正寝 师必归坟 只是所生命薄 为人好处多么 有种少乐 得意农食 便当腿部 我已久恋富贵 宋江再告 我是 富贵 非宋江之意 但执愿的弟兄 常常玩具 虽居贫贱 一满威心 只求大家安乐 罗真人笑道 哈哈哈哈 大献到来 岂容如等 留恋乎 宋江再拜 求罗真人法语 罗真人 命童子取过纸笔 写下八句法语 度与宋江 那八句说道是 忠义者少 义气者息 忧烟功闭 明月虚晦 始逢东暮 红雁纷飞 无头除尾 官路同归 宋江看壁 不小奇异 再拜肯告 其我事 金口剖绝 指引谜语 罗真人道 此乃天机 不可泄露 他日应时 将军自知 夜深更静 请将军 灌内暂肃一宿 来日 再与拜会 贫道当年 秦妹 未曾还得 再与复梦 去也 将军 无罪 宋江 收了八句法语 藏在身边 辞了 罗真人 来灌内 素歇 众到众 接至方诈 素了一宵 次日清晨 来参真人 其实 公孙盛 已到草 安礼了 罗真人 较被 素赚 斋 犯 相待 早善 已毙 罗真人 再与 宋 江道 将军 在上 贫道 一言 可禀 这个徒弟 公孙盛 俗远 日短 道 航 渐 长 若今日 便留下 在此 服侍贫道 却不见了弟兄 往日情分 从今日 跟将军 去干大功 如奏凯还经 此时 方当 徒弟相辞 却望将军 还放 一者 使贫道 有传道之人 二乃 免徒弟 老母 以门 之望 将军 忠义之事 必举忠义之行 为之将军 雅义 肯纳贫道 否 宋 将道 啊 师父 发指 弟子 安敢 不听 况 公孙盛 先生 于将 弟兄 去住 从他 焉 敢 阻挡 罗真人 同公孙盛 都打了 起手道 谢成将军 金诺 当下众人 拜祠 罗真人 罗真人 直送送江等 出安相别 罗真人 道 将军 善加保重 早得 见节 封侯 宋江 拜别 出道 罗真人 所有乘坐 马匹 在罐中 喂养 从人 以迁在 罐外 伺候 众道士 宋 宋江等 出道 罐外 相别 宋江 较迁马 至半山 平坦之处 与公孙盛等 一同上马 再回 济州 有诗 有诗为证 兵戏 成餐 仿道流 子虚 仙冠 白云 愁 当谈 启德 幽玄 雨 除尾 无头 事便 休 宋江等 回来 一路无话 早到城中 周崖前 下马 黑旋风 李逵 接着说道 哥哥去望罗真人 怎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 戴宗道 罗真人说你要杀他 好生怪你 李逵道 他奈何的我也够了 众人都笑 宋江入进崖内 众人都到后堂 宋江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 地狱无用看详 不小其 众人反复看了 义不行的 公孙圣道 兄长 此乃是天机玄宇 不可泄露 收拾过了 终身受用 修德只顾猜疑 师父法语过后方之 宋江遂从奇书 藏于天书之内 自此之后囤住军马在冀州 一跃有余 并无军情之事 至七月半后 潭州赵淑密行文书道来 说奉朝廷赤旨 催兵出战 宋江接得书密院闸父 便与军师无用计议 潜到玉田县 会和卢俊义等操练军马 整顿军器 分拨人员已定 再回军州 祭祭祭祈祷 选日出师 文索又报道 辽国有史来到 宋江出街 却是欧阳侍郎 便请入后堂 蓄离一帮 宋江问道 侍郎来意如何 欧阳侍郎道 其退左右 宋江随即赫散军事 侍郎乃言 安大辽国主 好生木工之德 若蒙将军 泰然归顺 恳助大辽 必当间接封侯 此乃小侍儿 全望早成大义 免安辽主 玄望之心 宋江答道 啊 这里也无外人 亦当尽忠告诉 侍郎不知 前番足下来时 众军皆知其意 内中 有一半人不肯归顺 若是宋江 便随侍郎出幽州 朝见郎主时 由傅先锋卢俊义 必然引兵追赶 若就那里城下私兵 不见了我弟兄们 日前的义气 我今 先带些心腹之人 不见哪座城子 借我躲避 他若引兵赶来 知我下落 那时 却好回避他 他若不听 却和他私兵 也未迟 他若不知 我等下落时 他军马 回报东京 必然别生知己 我等那时 朝见郎主 引领 大辽军马 却来和他 厮杀 畏畏万已 好 本次播读 散到这里 那么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 水清独明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85回 宋公明 夜渡易经观 吴学究 智取文安县 欧阳侍郎听了 宋江这一席言语 心中大喜 便回道 俺这里 仅靠坝州 有两个爱口 一个换作 易经观 两边都是 贤峻高山 中间只一条 易路 一个是文安县 两面都是 鄂山 过的关口 便是县制 这两座去处 是霸州 良善大门 将军若是如此 可往霸州躲避 本州是按 辽国国舅 康里定安首把 将军可就那里 与国舅同住 却看这里 却看这里如何 宋江道 若得如此 宋江 星夜使人回家 搬娶老妇 已决根本 侍郎 可暗地使人 来引宋江去 只如此说 今夜我等收事也 欧阳 欧阳侍郎大喜 别了宋江 出衙上马去了 为之行旨真为 有失为正 辽国君臣 幸迟来 说祥刚去 又还来 宋江一致 尖如铁 翻是谋心 渐渐开 当日宋江 令人去请 卢俊逸 无用 诸武到冀州 一同冀意 智取霸州之策 下来便见 宋江着亮已定 卢俊逸 领令去了 无用诸武 暗暗吩咐众将 如此如此而行 宋江带去人术 林冲 花蓉 朱瞳 刘唐 穆红 李逵 樊锐 报序 相冲 李滚 吕方 郭胜 孔明 孔亮 共计 一十五元 头领 只带一万来军校 拨定人数 只等欧阳侍郎 来到便行 忘了两日 只见欧阳侍郎 飞马而来 对宋江道 俺大辽国主 知道将军 实事好心的人 既蒙归顺 怕他送兵 怕他送兵做什么 俺大辽国 有的是 渝阳突击 上股雄兵相助 你既然要娶老父 不放心时 且请在霸州 与国舅作伴 俺却差人 去取 令大人未迟 宋江听了 于侍郎道 远去的军将 收拾已完备 几时可行 欧阳侍郎道 则今夜便行 请将军传令 宋江随即吩咐下去 都叫马斋 联陵 君族 贤眉 己走 当晚便行 一面管带来使 黄昏左侧 开城西门便出 欧阳侍郎 引述十计赛前引路 宋江引一只军马 随后便行 约行过二十余里 只见宋江在马上 猛然失声叫声 苦也 说道 约下军师吴学究 蓬莱归顺大辽郎主 不想来的皇宿 不曾等得他来 军马慢行 却快使人 取接他来 当时已是三更所策 前面已到 易经关爱口 欧阳侍郎大喝一声 开门 当下把关的军将 开放关口 军马人将 尽数渡关 直到霸州 天色江小 欧阳侍郎请宋江入城 报值国舅 康礼定安 原来这国舅是大辽郎主 皇后亲兄 为人最有权势 更兼胆勇过人 将这两员侍郎 守住霸州 一个换作金服侍郎 一个换作夜清侍郎 听的报道 宋江来降 便叫军马 且在城外下寨 只叫围头的宋先锋 请进城来 欧阳侍郎便同宋江入城 来见定安国舅 国舅见了宋江 意表非俗 便乃将接而接 请至后堂叙礼吧 请再上坐 宋江答道 国舅乃今之玉业 小将是投降之人 怎销受国舅疏理重贷 宋江将何报答 定安国舅道 啊 多听得将军 明闯黄海 威震中原 声明文语大了 安的国主毫生莫爱 必当重用 宋江道 小将笔领国舅的福音 宋江当尽心报答郎主大恩 定安国舅大席 忙叫安排庆贺炎宴 一面又叫追牛仔马 赏牢三军 城中选了一所宅子 叫宋江花容等安歇 方才叫军马尽数 入城屯闸 花容等重将 都来见了国舅等 众多藩将 同宋江一处安歇已了 宋江便请欧阳侍郎吩咐道 可凡侍郎差人 抱于把关的君汉 怕有军师无用来时 吩咐便可放他进官来 我和他一处安歇 昨夜来得仓促 不曾等候得他 我一时与足下只顾先来了 正忘了他 军情主事少他不得 更兼军师文武足备 智谋并忧 六逃三略 无有不惠 欧阳侍郎听了 随即便传下言语 差人去与 易经官文安县二处 把关君将说之 但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 姓无名用 便可放他过来 且说文安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 便差人 转出易经官上 报之旧礼 说语悲戏 上官来望时 只见尘头蔽日 土雾遮天 由军马奔上官来 把关将士准备雷木炮时 安排对敌 只见山前一骑马上 坐着一人 秀才模样 背后一僧一行 却是行脚僧人行者 随后又有数十个百姓 都赶上官来 马到官前高声大叫 我是宋江手下军师无用 欲带来寻兄长 被宋兵追赶得紧 你可开关救我 把关将道 想来正是此人 随即开关放入吴学丘来 只见那两个行脚僧人行者 也挨入关 关上人挡住 那行者早撞在门里了 和尚便道 俺两个出家人 被军马赶得紧 就咱们折祸 把关的军官定要推出关去 那和尚发作行者焦躁 大叫道 俺不是出家人 俺是杀人的太罪 卢志申 吴松的便是 花和尚抡起铁蝉杖 拦头便打 五行者撤出双戒刀 就便杀人 正如砍瓜切菜一般 那数十个百姓便是 谢真谢宝 李立李云 杨林石勇 石牵断井柱 白胜 玉宝寺这伙人 凿关里 一发夺了关口 卢俊逸引着军兵 都赶到关上 一起杀入文安县来 把关的官员 哪里迎敌得住 这会儿都到文安县取齐 似此以伪乱真 有失为证 伪计归降 妙莫穷 便开城过纵尖雄 功名反谍 无端骂 混杀兴山 清客中 却说无用飞马 奔到霸州城下 守门的方官暴入城来 宋将与欧阳侍郎 在城边相接 便叫隐建 国舅康里定安 无用说道 啊 我用不和 来得迟了些个 正出城来 不想卢俊逸知觉 只赶将来追至关前 小生进入城来 此时不知如何 又见流星探马报来说道 宋兵夺了文安县 军马杀进霸州 定安国舅 便叫点兵出城迎敌 宋将道 为可调兵 等他到城下 宋将自用好言招负他 如若不从 却和他死病未迟 只见探马 又报将来说 宋兵离城不远 定安国舅 与宋将一起上城看望 见宋兵整整齐齐 都摆列在城下 卢俊逸顶盔挂甲 跃马横枪 点军吊将 耀武扬威 立马在门棋之下 高声大叫道 只叫反朝廷的宋将出来 宋将立在城楼下 女墙边 指着卢俊逸说道 兄弟 所有宋朝赏罚不明 奸臣当道 产宁专权 我已顺了大辽国主 如可回心 也来帮助我 同服大辽郎主 布施了梁山许多时 相聚之意 卢俊逸大骂道 俺在北京安家乐业 你来算我上山 宋天子三番降召招安我们 有何亏负你处 你怎敢反叛朝廷 你那黑矮无能之人 早出来答话 见个胜败输赢 宋将大怒 贺教开城门 便拆林冲花容 诸同慕红四将 骑出 活拿这丝 卢俊逸一见了四将 约住军校 越马横枪 直取四将 全无拒切 林冲等四将 斗了二十余河 拨回码头 往城中便走 卢俊逸把枪一招 后面大队军马 一起赶杀入来 林冲花容 站住吊桥 回身再战 诈败杨书 又引卢俊逸 抢入城中 背后三军 齐声呐喊 城中 宋将等诸将 一齐兵变 接应入城 四方混杀 人人束手 各个归心 定安国就气得 木征口呆 王之所措 与众等侍郎 束手背擒 宋将 将引军到城中 诸将都至周牙内来 参见宋将 宋将传令 先请上定安国舅 并欧阳侍郎 金服侍郎 叶青侍郎 并接分座 以礼相待 宋将道 如辽国不知旧理 看得俺们诧异 我这伙好汉 非比孝聚山林之辈 一个个乃是 烈袖之臣 岂肯被主降辽 只要取入霸州 特地成此机会 仅已成功 国舅等请回本国 切勿忧移 俺无杀害之心 但是如等部下之人 并各家老小 聚各还本国 霸州城子 遗殊天朝 如等勿德再来争治 今后刀兵到处 无有再容 宋将号令已了 将城中应有方官 尽数屈前起身 随从定安国舅 都回幽州 宋将一面出榜安民 令傅先锋卢俊义 将引一半军马 回首冀州 宋将等一半军将 守住霸州 差人积奉军帖 非报赵淑密 得了霸州 赵安府听了大喜 一面邪表 伸奏朝廷 且说定安国舅 与同三个侍郎 带领众人 归到燕京 来见郎主 背戏奏说 宋将诈降一事 因此 被纳伙蛮子 占了霸州 大辽郎主 听了大怒 贺骂欧阳侍郎 都是你这奴婢 宁臣 往来搬斗 舍了俺 霸州紧要的城池 教俺燕京 如何保守 快与我拿去斩了 班部中转出 屋檐统军 启奏道 郎主勿忧 量这次 何须国主费力 奴婢自有个道理 且勉斩 欧阳侍郎 若是宋将得知 反被他耻笑 大辽国主 大辽国主准奏 设了欧阳侍郎 再说 乌檐统军 如何收服这蛮子 恢复城池 只见乌檐统军奏道 奴婢引起部下 二十八秀将军 十一要大将 前去部下阵势 把这些蛮子 一股平收 说言未决 班部中 却转出 贺统军前来搜道 郎主不用忧心 奴婢自有个见识 长言道 杀鸡言用牛道 哪离消得正统军自去 只贺某略施小计 叫这一伙蛮子 死无丧身之地 郎主听了大喜道 俺的爱情 愿闻你的妙策 贺统军起口咬舌 说这妙计 有分叫 卢俊义来到一个去处 马无料草 人爵口粮 直叫三军人马 几乎死 一代英雄直尺羞 毕竟贺统军 对郎主道出 慎计来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246519787Q群 可以为 共同兴趣爱好者 欢聚畅聊 欢迎加入 优优独 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